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这期聊聊格斗啊 大家会发现无论什么运动项目对吧 都有一个看起来可能很多人不关注 但是他又时时刻刻存在 也非常重要这么一个职业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我们以 波及为 为例的啊 我们会把所有人都会把这个 眼光对吧 注意在两个台上的运动员身上 其实有一个更加神圣的人是谁呢 这就是裁判员 很少会有人把这个眼光关注到裁判的身上 很荣幸啊 我也是一名裁判员 也是一名格斗裁判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 裁判 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判对一场比赛的人有多么重要 特别是现在这种综合格斗的裁判员 那真的就是如果裁判员想说句不好听的话 裁判员想 屁股往歪住 那只能说 轻 被倾向了一方 那是老难受了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知道 波及裁判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就是 肖顺第四 我们所有裁判员 在上场之前 甚至我们所有裁判员 都会具备一些最基础的 医疗急救 这方面我们最早基本上都懂 一旦台上第一出现一拜情况下 是我们裁判员先进队这个 选手 进行紧急急救 然后呢 在教育场底下的这个医护人员 每场比赛底下都会有医护人员在等待 但是第一手急救应该是我们裁判员进行的 首先我讲裁判你会发现 包括足球啊篮球啊对吧 打得很长的 但是其实这个都差 因为那种裁判是很多 包括波及裁判很多波及底下 也有那种 厂裁 厂裁是厂上的裁判 这个裁判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但往往也是被人忽略掉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会发现最终比赛的输赢 和厂裁的判决没有关系 是厂下裁判的判决 对吧 看起来貌似不重要 但你要知道 厂裁决定一个选手 这一场比赛 整体一场比赛的心情 特别这种中国格斗 大家要知道现在中国格斗 基本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拉入地面 但是因为我们裁判对吧 想更好的观察选手的每一分表情 每一分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会趴在地上 去观看选手 你要知道 我趴着的时候 我的视线有一方面是看不到的 是有盲区的 这个时候有些运动员就会利用这个东西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去做一些小动作 而且这个东西我还看不到 这也是裁判至关重要的情况 比如说 A跟B这两个人对吧 我是A的朋友 这场A跟B比赛他俩水平是相近的 如果是公平公正的裁判员的话 你俩打 你俩是绝对凭实力 去证明 判断这场比赛的胜负 但是如果我 对吧 A跟我是朋友那很容易 打吧 对吧 我会在合理的利用规则 什么叫合理的利用规则 因为你要记住 这个东西什么呢 裁判是人 人是有一定反应速度的 比如 我那朋友 打了B一个重拳 对吧 B当时这个状态是稍微恍惚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判 会以我的经验 包括B的状态 这下很可能就 分开 重疾的情况下 我会分开 让B进行读秒 读秒 一个是是是确认B是不能打 还有一个读秒的这段时间 B是有一个反应状态 有一个反应时间的 因为只稍作为一次动力 对吧 读秒虽然分数上他已经零先 数掉了 但是最起码 如果他这一下并没有将他致命成了 他还可以继续战斗 因为读秒说白了 读秒的之前 也是我们裁判定的 对吧 我可以很快的查完适合数 我也可以稍微慢一些的查了适合数 终止查数的速度 是我们裁判自行决定的 当然不会说 一 二 当然不会对吧 但是我们是说白了 为某一选手多争取一个疫苗狼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这是我们裁判 执法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比如说打了一拳 对吧 A B 我正常情况下 B被攻击一拳的时候 我应该分开 但是如果我跟阿姨是朋友 那好 打完一拳之后 我会假装看不见 因为B这时候处于 懵逼状态 对吧 裁判只要不喊停 A可以继续进行攻击 那A又给了他一脚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分开 显而见我裁判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B在一次中击之后 又多挨了一脚 如果一场比赛很多次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好意思了 对吧 说白了 我就是屁股往外做 很多人你也说不出来我什么 反而言之 我那朋友A只要受到一点伤害 我马上就分开 所以说 我就合理的利用规则的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选手之间 即便实力相同 也很难 真正意义的把实力发挥出来 去公平的打一场比赛 这也是一个裁判在 台上的 真正的意义 可能说万人瞩目的只有两个选手 没有人会关注旁边的一个裁判 但是往往很多决定胜负的 看似底下的裁判 但实际上是真正意义 台上直接能和两个选手接触的一个裁判 这个裁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新方正 那可能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如果双方实力相同 那可能双方打起来比较爽 也比较贵 但是如果裁判 稍微屁股做便宜点 那建武一方是非常难受打的 是非常难受的 包括我看过一场UFG比赛 我忘了是谁了 明显一方选手是加装 被中击 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出于这种晕得狐狸状态 你我身为观众也好 或整个的也好 第四角 因为你要知道 裁判的视角和摄像机视角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就有的时候可能裁判 因为太快了 比如这一个动作 这个人可能打的很实 可能打的不实 但裁判其实很难发现 因为速度太快了 他能看似这些人被击倒后 选手的反应 比如说这个选手 有点 有点这种恍惚的状态 那就默认为 厂上裁判 会把注意力 灌注在这个选手上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对吧 认为他不行的 但这个选手把我们是装的 就是他假装不行的 他本意是迷惑对手 但最终 裁判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 强行终止了这场比赛 他失去了这场比赛 然后呢这个选手很不服气 他就跟裁判理论 但是没办法 台上裁判是可以直接决定 运动员胜负的 因为裁判认为 你已经无法再打了 我必须保护你的安全 所以你这场比赛数了 很多人有些人在 骂这个裁判 实际 换成我说实话 我可能会跟他做出同样的选择 因为你打的可能是心理战 但对于我裁判而言 一瞬间的攻击 我没有办法判断你是否真假 我根本在意上面很可能 说句暴行的话 可能他打中你的一拳 我这个角度都会被看到了 那我只能现在 从你肢体上的反应 来凭自己的经验判断你现在的状态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判决 如果我是裁判 我可能会做同样的判决 因为最起码我认为裁判对吧 无论你是怎么怎么的最终的目的是保护运动员 一定要第一 最重要的事 就是保证运动员的安全 在我看来一场比赛下来 两位运动员都是平平安安安全的 那就OK了 对吧这个在我看来 这场裁判的任务就完成了 如果一场格斗比赛没有裁判 说实话 这种暴力运动可能 那真就是玩命了 所以说裁判非常非常重要 但往往裁判也是 最不受到别人关注的 小小的一个角色 好今天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